大家好,我是Den 这几天在韩国又发生了一件令人非常心痛的事情 2020年6月27号 在韩国江源外国语高中 发生了该学校一年级学生 影像所坠落死亡事故 一开始学校对外发表 只是一场意外事故 但是家人们在整理影像所遗物的时候 发现了影像所留下的纸条 为什么连你都会觉得我没事呢 从礼拜六中午开始就什么都没吃 是吧,只要看到天空就想哭 所以无法抬头 大家连看都不看我一眼 没有喉转的迹象 谣言就这样变成了事实 我除了假装没事以外 还能做什么呢 我真的想问一下 自残,在看不到的地方做就可以了 跟你们在一起的话就没事 但是我怕会给你们造成困扰 我觉得我的状态很不好 请帮帮我 6月30号 母亲马上就跟学校说了 影像所在学校可能是遭到了巴黎 要求学校能够调查真相 但是学校只是解释 影像所是因为学业压力而想不堪 眼看学校只是想掩盖事实 尽全力的下架新闻 而实际上在网上也找不到相关新闻后 影像所的母亲就在青瓦台请愿发起了连锁 6月17号 我亲爱的儿子跳楼 虽然学校主张是跟没有关系 但是根据朋友们的证明 这明确是网络暴力 集体排挤 以及老师们的无关心所引起的 在事发两周前 我儿子有试图自残 发现到这件事情的前辈 将这件事情告诉了自己的班级导师 但是这位老师不但没有告诉儿子的班级导师 也没有告诉身为父母亲的我们 然后在事发前一天 儿子有跟班级导师苦诉过 一直以来遭到的事情 但是因为老师不适当的处理 导致儿子选择了跳楼 两周前自参的时候 有通知我们的话 或者是在前一天儿子苦诉后 老师又给我们打一桶电话的话 我们的儿子应该不是在天国 而是在我们身边 影像所上的是住宿型高中 就是在学校住宿 一般只有周末 或者是放假的时候才会回家 目前我们已经向警方举报了 在网络上散播举及文章 带头集体的几个学生 也要求学校能彻底调查 但是学校还是跟之前一样 一贯地维持不理不睬的态度 除了青瓦台连署之外 母亲也将Ethensup留下的纸条 上传到儿子上前使用的IG上 希望能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情 虽然说现在没有新闻报道 但是因为有很多航空网友 YouTuber上传了这件事情 所以目前青瓦台连署 也超过了12万多人 我会把青瓦台连署网址 留在咨询栏上 希望大家能帮个忙 然后Ethensup的母亲 在上传了儿子最后留下的纸条后 也继续在儿子的IG上传了贴文 还记得6月18号 哥哥上大学后 你上高中后 我们家人聚餐的那一天吗 哥哥应该没有想到 那天是最后一次跟你吃饭 我们是那么的幸福 那么的幸福 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说 你不想去学校呢 你应该是不想毁掉这个幸福吧 对不起 对不起 又对不起儿子 只能这样的回应你 吭嘘吧 妈妈真的觉得很遗憾 都长这么大了 妈妈对不起你 突然下起了大雨 看着下着的雨 妈妈又说出了没用的话 儿子你现在在哭吗 你记得跟爸爸一起玩的格斗游戏吗 真希望这一切都是一成梦 今天去了爷爷家 爷爷也变成了爱哭鬼 在看着你给爷爷的手套 挂在浴室前面的照片 你曾经躺过的床 满脑子都在想着你 本来就很瘦的爷爷 现在变得更瘦了 在回家的路上 爸爸也哭了 今天凌晨 哥哥说有事情出门了 但是自从你走了之后 哥哥说要去哪里 都会觉得很不安 无法形容的不安 爸爸也是那样 可能我们这一生都会这样 想到跟奶奶一起打牌后 哈哈大笑的你 坏家伙 你这个不孝子 为什么不在我们身边 今天在天国 陪那边的爷爷奶奶打牌吧 我的孩子 今天也要幸福 我喜欢这个不孝ain的 那边的邀请 你还得不瞎 你的腊子 这个不肝 我觉得你还得不爱 professions 现在没有